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有什么感觉 来不及有感觉 可能要表达比较难 另外因为上次其实上的东西也不多 这一次是今天要正式进入真空观 法界关门的真空观 然后理想上是要把它上完 理想上是把整个真空观给上完 回去作业有看吗 有 那很好 那还记得吗 通关密语 是什么 开发大宝藏 流出智慧光 好 那我们讲那个宝藏都是我们自己的咯 那我们藉由华言的学习 然后把自己的宝藏开发出来 开发出来 然后呢 能够有智慧的去运用 所以我们上一次上课 其实在最后的时候 是有跟同学提醒以及分享 不要把佛法的学习当成是一个知识的理论而已 它不只是知识 它其实更重要的是 能够用在平常的日常生活 好 因为我这个PPT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很慢 我按下去要好几秒它才会开始有动作 那这个真的要记得哦 这智慧光都是我们本来就有的 我们的大宝藏 好 这么慢 好 再按一下 还是不动 那有了 好 我们呢 这门课要学的是法界观 那上次有稍微介绍了 好 杜顺急 好 杜顺急 那同学会很疑惑啦 好 为什么不是杜顺坐 或是杜顺转 为什么是急 急给我们的感觉有一点像是收集来的 感觉上是这样嘛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 所使用的那个课本里面 好 我们有两篇文章嘛 对不对 记得吗 拿两篇 法界玄境是成官的作品 那另一篇呢 是宗密 住华言法界关门 那关于为什么是这个急 我觉得我在这边呢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宗密的诠释 他为什么这边是急而不是坐 既然是 既然是都市和尚他的作品 为什么是写了一个急 那我们同学翻到446页 华言义海的446页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这次回去自己看那个我们基金会录的MP4 我才发现一件事 所以我刚才试了半天还是一样的状况 其实我现在同学现在看到是PPT的画面 对不对 我我有好几次 其实我已经转画面了 我转成Word或转成PDF 我看得见但是你们看不见了 你们都是看PPT 所以我上次上课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同学我不晓得你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是吧 以后有发现要讲一下 我们就调整一下 不然我就一直以为同学都有 然后就啪啪啪啪一直讲过去 那同学就没看到了 所以我后来发现 这个软体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这样的话就看不到 那如果我要看的话 我必须把它切掉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就看到了吧 好 我说446页吗 看一下下 有吗 然后这边有中密的解释 姓杜明法顺 唐初的时候形化神意极多 转中有正 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嘛 其实我把华元五祖的照片啊 他的简单的形式都 简单的形机都把它找出来 做成沃尔的导作 但是上次大家都没看见 那有因缘再看吧 那我们验知呢 杜顺呢是文殊菩萨的应现身 所以有一传说 杜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那是华元新旧二书初之祖师 那我们上次有介绍的 华元的五个祖师嘛 我们说我们华元中 不能不认识自己的老师啊 那么一般来说 杜顺是初祖 那眼尊者是智眼 智眼和尚是二祖 康藏国师也就是法藏 因为法藏是康居人啊 康居人啊 所以又称康藏国师为三祖 好 那么华元的祖师 其实是在 据我所知啦 开始会有出祖二祖三祖 应该是钟秘的这一个作品 开始有的 钟秘的这个作品 出现华元的三祖 他三祖三祖是康藏 康藏法师就法藏嘛 所以四祖 陈冠 就是他的老师 其实他也还没列进去了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 几祖几祖 那其实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嘛 好 此事创制 他说这一篇文章呢 应该是杜顺和尚的创制啊 李英云坐 坐 那金云极则 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 他说 祖师曰自治 建华元中一千诸佛 一切众生若身心若国土 一一是此法界的体用 如是意境无量无边 我们上次有讲了嘛 那个圈圈图啊 这样的意境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此无量境界极其异类 极其异类 数为三重 哪三重 就是法界观的三个观法 第一个叫真空观 第二 李氏无碍观 第三 周遍寒荣观 把这样的无量无边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 他的这个华元的法意 把它数为三重 那直书与直 生人观智不同智术文智 所以但云极 那这是极意 极意 非极文业 所以并不是说 他去 有很多人有这样方面的阐述 然后他把那些文章啊 把它收集出来 然后写成一篇这样的一个文 是极意 这是中密对这个法界观是杜顺极 的这个极的诠释 那在成官的玄境里面 其实并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个字 那我会特别注意是因为他比较特别 因为一般我们看作品其实很少看到极的啦 尤其是祖师的作品 好那这个跟同学做这样的分享 所以是极意哦 所以同学大家重点稍微劝一下是极意 极意 那意义无量无边 数为三重 数为三重 好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PPT 好 我们上次这个带过了 上次有带过了 我们说法界观门 法界观门是 他的所依经是大方广佛华言经 七个字记得吗 那能义的观法其实就是法界观啊 那其实法界观不只是一个观门而已 他其实也是教理啊 我们上次有提到理观嘛 好 那这都是法界观的原文 法界观的原文就这三个 好 所以他是一个修行的指观 是指观 当然也是教理 那华言的教跟观当然不分啊 不能分的 好 那这个上次讲过了 上次讲过了 我们有特别讲啊 如果你去看Cβ 或者是看大政杖 其实都有观约跟誓约 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华言义还把它省略了 我们上次有带 好 那 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这我们上次也带了 然后回去听啊 我自己听到的啦 我跟各位说第四法界是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不晓得 应该是口误啊 这是不应该犯的错 第四法界呢 我自己听我的MP4听到 我讲他是理事法界 其实不对啦 怎么是 理事法界在这里啊 在这里 理事无碍法界 那第四法界是 事事 事事才对 所以有时候讲很快就讲错 其实我还讲错挺多地方的 例如说因为我个人比较常看的是法杖的作品 成官我比较少看 所以每次讲成官我就讲了好几次 我都讲法杖法杖的 结果我自己听到了 老师也听到了 他前几天打电话告诉我 什么第四法界 你怎么讲是理事 我说我自己有听到 但是这是这个无心之过 我也觉得很离谱啦 那往后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同学我知道的话 其实可以马上提醒一下 像法杖啊 成官啊 我讲了好几次的口误 那这个东西 因为新 旧同学可能比较没有问题啦 新同学我可能 我有点怕是会误导你哦 说你上次如果很认真的 在那个第四法界那里 401跟402那里 你如果第四法界 你刚刚上次很认真的著名理事无外法界 真是对不起 请赶快改一下 是世事 这个是世法界 理法界 其实就是我们在这边讲的真空观嘛 对不对 无外法界是理事无外法界 其实就是我们第二个讲的理事无外观 第四法界叫叫世事无外法界 那也就是我们这个法界观里面讲的真空 那个周片寒荣观 周片寒荣观 好那至于为什么世法界 世法界 没有 那这个部分 两位祖师有不同的诠释 同学如果回去有空可以翻翻看 但我想我们不要带那么细了 好 世法界两位祖师是不同的意见 好 好 那 所以修好了 修好了我就要往后挪了 好 来 我们今天要正式进入真空观 于中略做四句十门 那我们上次有稍微介绍 晦色归空观 它的重点在空 然后明空即色观 它的重点在色 那我们说我们讲了空讲了色 不要造成对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是空色无外 好 那空色无外就要加上去了 众生的执着的根性就要开始了 有一个空有一个色 还有一个空色无外 然后最后 他跟你讲什么都不是 敏觉无济观 那如果以我们佛教常用的四句模式来说的话 这个叫有 会色归空叫空 对不对 明空即色叫 有 空色无外叫 亦有亦空 明觉无济叫 非有 非有非空或非色灰空都可以 所以佛教的四句模式刚好可以套在这边 但是华言其实不止四句模式 华言其实 讲完整的话应该是有六句 救生有没有印象啊 没有 所以我说嘛 所以我们华言经要从头啊 对不对 不能说我们上次上到哪边 然后就不管心生 然后就要接下去 因为通通忘光光了 所以我们先来复乎一下 华言其实不止四句模式 华言还有以上皆是 第五句 以上皆是 第六句 以上皆非 以上皆非 好那到底要用哪一句 那就要看状况啦 看音缘 看音缘 好 同学应该是可以把那个那一张讲义 B4的那一张讲义把它拿出来 待会马上要用到 好那第二个理事无碍官我顺便介绍一下下 很快的介绍一下 理事无碍官也是有十门 真空官有十门上次已经讲了 理事无碍官也是有十门 那你看一下 其实以前老师都告诉我们记这几个字就好了 理事融融存亡逆顺 融融存亡逆顺 通有十门 融融存亡逆顺指的是理事之间的关系 法界官们透过这几个字 来把理事的关系把它表达出来 存亡 融融存亡逆顺 那我用这么多颜色不是 很爱漂亮所以用这么多颜色啦 这咖啡色你就对咖啡色 融融是指这两句 存从后面开始 存 存 真理非事 事法非理 这是存 这是王 逆顺 你不用抄啦 这下次讲 以后讲的时候就会 就会详细的讲 我只是跟同学做个大致上的介绍 然后你会感觉哦 逆顺是不是对立 对 因为我们的二元思考方式 我们觉得逆顺是对立的 你死我活嘛 存亡也是对立 融融也对立 融这个融是要把人家融掉 这个融 后面这个融是要融和融 怎么讲 圆融 融不是把人家那个 这个干掉那种意思 但我这样解释不是很恰当 我只是说以二元的思考方式来说 你会发现这两个是对立 这两个是对立 这两个是对立 可是理事无外观告诉我们 这十门同一缘起 而且是逆顺自在 无战无外 同时顿起的 所以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呢 我一直跟同学提醒啊 因为佛法 或者是我们讲的华言 的思考的这个理路啊 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对立性的思考 刚好是相反的 我们是很习惯啊 一件事情出来 或者是一个念头呈现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一直对立起来 对立中还有对立 对立中还有对立 那如果你比较察觉的 那个心比较强的话 你可能很快就发现了 那大部分我们都是对立到 不知道几次之后才突然想 我怎么会这样 所以如果你用对立性的思考来 学佛法 或是对立性的思考来学华言 你应该会学得很痛苦啊 因为你会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一个问题是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的教育 就一直是这样的培育我们 对立嘛 对立嘛 是非题 不是全就是差 但华言就不是这样啊 好 这个是关于李树外观 好 那周片寒荣观呢 第三关周片寒荣观 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 周片寒荣观呢 其实在法界官们的介绍啊 他是一开始就由真空观啊 把大家的情职破禁之后 然后呢 你空到最后 展现的就是一个修行的境界 那就开始起奇妙用嘛 就是李世无外观嘛 好 那是借由礼路的一个引导 让我们慢慢进入世跟世的 也是 也是 也是可以周片的 不只是李世无外 是世世无外 那是借由礼 你看他前面几门 都是礼如世 世如礼 所以我上次呢 快要结束的时候 跟同学讲啊 其实学习真空观 我其实有 我如果要这样分的话 大概会有四个一个 四个过程 我自己学不是真空观 我应该是法界观 我学习法界观的过程 其实有四个 第一个过程 什么都听不懂 也看不懂 母沙沙 空来空去 都是你在说 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 第二次在学习的时候 我感觉真空观就够了 不需要李世 不需要周片 然后第三次我觉得 那就真空跟周片就好了 李世不要 因为我不要那个桥 因为李世是桥 感觉是把空跟有 做一个连结 然后奇妙用 是一个李世无外观 那到现在我会觉得都好来 都可以的 因为华言的法医本来就是这样 即任何一门 花花草草 一毛孔 一围尘 都可以入法界 为什么真空观不能入法界 为什么李世无外观 我要觉得他是多余的 有的人的根性就是适合 就藉由李的引导 然后呢 可以入世世无外法界 当然可能我同学会有不同 因为根性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那你的过程可能更快 那我只是提供一下 我自己的学习的历程 那么法界官门他还是这样 他讲周片寒荣官 还是比较借由李去串联 李如是世无理 然后呢 告诉我们其实 李跟世都是无自信的嘛 对不对 那无自信的李 可以周片寒荣 那么世相也无自信啊 世也无自信 那为什么 他当然也可以周片寒荣啊 所以慢慢慢慢 他是一门一门一门 引导我们 一直到最后一门 也就是法界官所要呈现的 其实三观三十门 最后想要表达 想要彰显的 其实就是第十门 普荣无外门 那普荣无外门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个啦 就是这个 我们上次花了一点时间讲这个 但是我坦白讲 这个东西我一直 我觉得我上次没讲好 没讲的 讲的不透彻啦 不过我想我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反正这一张图我们会一直讲四年 我来上课也好 陈老师来上课也好 一定是这个 那前几天老师跟我联系 跟我讨论一下我上学 上次上周上课的状况 他也 我觉得我这个没讲好 他也这样觉得啦 那本来今天要补 可是我觉得我今天不知道 赶一下进度 有空我们再来把它补一下 反正基本上大家能知道吗 这是指法跟法之间是怎么样 相互依存的 相互依存的互为缘起 互为缘起 而且是同时的 其实我本来有说这个要当功课 只是我没有列在后面 因为你们有人问说 为什么这张我没有印给你 我说我希望同学自己回去画画看 举一个例子嘛 你这个X是所有的万事万物 你都可以带进去 例如我们现在在这边上课 所需要的因缘有什么 你就列举了十个 今天能够在这边上课 真的也只有这十个因缘吗 不止啊 要有你啊 要有我啊 要有佛陀教育基金会啊 对不对 要有空气啊 要有桌子啊 等等之类的 光照一阵一圈的因缘就不止十个了 无限多个 只是说我们华元善用十来代表无限嘛 所以我们现在能在这边上课 可能就是有同学 例如班长 班长早上来就开始一直很忙了 帮大家建立群组啊 帮大家服务啊 教室 现在不用跑到十二楼去了 在旁边先借用啦 对啊 基金会要跟我讲啊 说要跟同学说明哦 那个教室是别人的 只是因为他们现在停课 所以先借我们用 到 借我们用到五月底 然后六月就要还他们了 好 所以我们说 今天能够在这边上课有班长 那班长有他的因缘啊 对不对 班长有他的因缘啊 有他的四大五运啊 等等之类的 那每一个再推出去 无穷无尽的因缘 每一分支都是如此啊 那你看有这么多的缘 是不是依此类推 所以一个法能成立的时候 是不是一切法已知相应 缺一个都不谁 都不行 那如果套句陈老师常用的话 学他的口音 他都说 谁也不爱谁 有没有印象 不晓得有没有在听 反正他不再调皮一下 谁也不爱谁啊 谁也不爱谁 我每次都很想笑 但都不敢笑 好 谁也不爱谁 举一就设一切 而且这一切也不离当下这个一 好 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嘛 那这个因为 这个还是要建立一下这样的概念 否则你 你学到后面还是不知道 在学什么 我有点 我换一下 我换这个 因为游标他出不现 这样有吗 这样有了 好 我比这么久 你们都没看到 谢谢你 因为我看得到我的游标 但你们都看不到 举一就设一切 但是你也不能说 这遥遥遥远遥远的这个圈圈 跟现在你看到这个前面这个圈圈 哪一个先成立 同时的哦 你没有B1就不会有A1 没有A1就不会有X 所以是同时成立的 所以是同时成立的 举一设一切 一切也不离当下的一 我如果把那个遥远的一个抽掉 那有现在的X吗 并没有啊 我把B1拿掉没有A1 把A1拿掉没有X4嘛 所以是 你要讲的话就一级一切 举一设一切 一级一切 这是一个说明 当然以祖师大德 他们的对华言的这种 应该是一个 一种正量的 一种真实的行径啦 但是目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只能透过这样一个推理的方式 法法之间相互依存 举一就设一切了 一切也不离当下的一 所以华言很有趣 讲什么就一级一切 讲烦恼就一烦恼一切烦恼 一称一切称 有没有印象 然后一帐 好障碍 一帐一切账 好 好那一善呢 小小的善 一切善 好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好不要小看自己 好 好那这个呢 先这样带吧 有空的话 这个你一定会 四年会不停的 不停的在熏习这张图 好那我们还是赶快进入文本 正文 好不然我怕会来不及 好进入真公关 那请把必识这张拿出来吧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结构 四句十门哪四句 慧色归空 明空极色 空色无碍 敏觉无忌 同学你看一下你的讲义 讲义的最前面那一栏嘛 这就是四句嘛 好那十门怎么算 十门 你们看慧色归空是不是有三加一 有没有 你看你的图 有没有 三 三是什么 简情 然后第四个是弦解 简情 简解 所以这里有四门 明空极色官 他的结构跟 慧色归空官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简情再显解 三加一 你的这张B4的图 其实是已经把它整理得非常的清楚了 好那第三个空色无碍观 解中去行 所以如果真的要分性解行政 解行政的话 前面这边比较属于解 前面两关比较属于解 不能断然而分 解还是跟形式不分的 我们只是说 如果用差别相来看的话 因为他是在破你的执着 显出那个理 所以这比较属于解的部分 那从空色外观 解中要去行 那么敏觉无济观 就正成形体 正成形体 好那上次我跟同学 分享说 我们这个对于 这个佛教的这些词 你不一定要 拿那个 去找词典 你这样读书太辛苦了 按照理路来读 那我现在是比较担心 正成形体 这个体 你不要把它认为有个东西 一般我们听到体 都会觉得体是有个 有个东西 或有个主宰或有个所依 那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在学习花园 是会有一些障碍的 你不要把它当成 有个东西 只是说文字的描述 或者是文字的一个 因为我们总是要表达嘛 就会用一些字 或一些词来做表达 但你要能够去领略 它的意识 而不是被那个一般的这个字的 的意思给蒙蔽了 好 那所以这样有识门 这样有识门 所以称为四句识门 好 有四句识门 好 那什么叫减情 这个减的意思 其实就是减除 或者是把剔除的意思 减 有时候是这个减 写简单的减 有时候写的减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有时候写的减是一个提手旁 等一下看到再说吧 你应该看得到 你如果回去有看书 应该有看到了 好 所以那个减是剔除的意思 好 那情呢 情叫做错误的知见 或是所谓的执着 不是感情 好 把错误的知见把它剔除掉 好 然后 你把错误的知见剔除了 然后你的解就怎么样 就显了嘛 好 所以他这个文本里面诠释的模式 都是这样 前面这两关 都是先帮你把错误的知见把它剔除掉 然后就告诉你 解就显出来了 简情显解 前面这两关 好 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真空观的第一关 也就是第一门叫会射归空观 会射归空观 前面三句完全一模一样看到没有 他其实是要讲空 射是射击 射击是空 但是他都先告诉你射不及空 因为射击空 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 你不要等一下空下去你就晕了 因为你会觉得 因为我们对立性的思考就觉得奇怪 你射不及空 你为什么又射击空 而且每一句都是这样 最后告诉我 这都是不大的知见 然后结果结论是射击是空 这是真空观很特别的说法 其实佛教对于空常常也是这样 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 不是用八部来表达吗 对不对 中论常讲八部 我以前很疑惑 为什么要这样 以前后来我自己有想法 我觉得不得不这样 因为根本没办法讲 我如果问你什么是空 我讲出来都错 敏绝无忌观 没办法讲 我只好告诉你什么不是 什么不是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一句 好 射不及空 以及空故 这个如果在 那个法界玄境里面 它叫标 这里叫是解释 上面这里是标 然后下面这里 我这边写的第二段 是在解释为什么 为什么 射不及空 以及空故 然后后面这两句 是结论 是结论 好 那 其实表格也画好了 只是老师把何以固放到 放到标去 因为他有讲 因为何以固 他拉不过去 拉过去 他表格就 就混乱了 所以何以固 他就把他放到这边来 那中密是这样 中密是标 然后针 针 问的意思 针问的意思 标针 是结 就是我们的那两本课本里面 中密 他是有多一个 可是我觉得可以不需要 好 那他标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色不及空 以及空故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告诉你 这个缘起的色 跟断空是不相及的 所以这句话 在解释色不及空 色不及是断空 故不是空 也在解释这个 色不及空 你看一下你的那个 老师有编一跟二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星星嘛 一就是在解释色不及空 这句话 二就是在解释 以及空故 大家有没有看懂 那个讲义 可以吗 好 所以他是这样解释的 缘起之色 跟断空是不相及的 所以这个空 是断空的意思 这个空是断空 缘起之色 与断空是不相及的 所以我们说色不及空 有没有 色不及是断空 顾不是空 顾不是空也 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那么下面这个蓝色的这个字 再解释这个 你的讲义里面的二 在解释 在解释以及空故 刚才前面告诉我们 缘起的色或称为幻色 中密喜欢用幻色 来表达 缘起之色 它呢 跟断空是不相及的 所以色不是断空 色不及是断空 以色具体是真空 所以这个空是真空 后面那个空是真空的意思 色的体也是无自性的嘛 对不对 缘起之色都是无自性 然后我们上次有讲 无自性我们要用强言表达 勉强用字来表达 那中国那时候就用翻译翻成空嘛 所以空不是没有 空并不是没有 而是指无自性 无自性 好 所以呢 这个色 缘起之色呢 它是无自性的 所以它极空 所以我们说 以极空故事因为 色体无自性 所以我们说它叫真空 这样可以吗 好 后面两句话 良由即是真空 色是真空 色即是真空 或色与真空相及 所以缘起之色不是断空 事故言由是空 故不是空 那其实这两句是一样的啦 因为是真空 所以不是断空 以前在学的时候 老师刚开始我第一次学 老师根本没有这样教 以前我们研究生在学都怎样 老师大概前面两次的课 他综合概论 全部讲完 讲完之后 就说研究生必须要上台发表 然后就开始认领 你就负责真空观 你就负责理事外观 理事外观很长 你们两个分 你负责周片还荣观 就这样 就学生上去讲 都自己不懂也不知道要怎么讲 所以就会有压力 如果我们下次我们点一个人上来讲讲什么 你回去就会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 就像今天要上课我只好每天都KK K到昨天晚上我就想说 那我明天到底要从哪里开始上 我第一句话要讲什么 想到最后 好不要想了 不知道 到时候再说 因为还是很菜嘛 还是要准备嘛 可能廖老师就不需要 廖老师可以随时 随时 从哪一个点 从哪一个 哪一个时间通通可以切入 那我们就不行 我们就要备课 想想看要怎么跟同学讲 那对自己不是很熟悉的东西 所以你还是要去克服他 对不对 第一个克服他 第二个把他毙掉 只能这样 暂时这样 好 那我们说 我们的这一门课就小咖的先上场 大咖的在后面 不要等老师来 他问你们法界观学什么 你们都跟他说不知道 那我惨了 你至少要回答有三观 对不对 哪三观 真空观 理事无外观 周遍寒荣观 然后简情有没有 把不当的知见把它 剔除掉 然后就会呢 怎样 贤礼 简情贤礼 所以他现在这边告诉我们呢 这就是简情嘛 这叫简情啊 告诉你这不是断空啊 换色跟断空是不相及的 告诉你不对嘛 不是嘛 你显出来什么 原来缘起之色其实是真空 所以在这边还是有简情贤礼啊 并不是 并不是只有前面三句 前面三句在简情贤礼啊 这一句里面本身就有了 把这边剔除掉 就是真空 好 我先消文 因为法界玄境跟那个 中密的作用法 法院法界官方 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其实满 满值得我们拿出来讨论的啦 不过我们先消文 所以你知道这个空是断空 这个空是真空 缘起之色跟断空是不相及的 好 所以是不及空 好 那因为色体无自性 所以是真空 这样可以哈 好 那下一个问题来了 同学就会问啊 诶 诶 什么叫断空 你跟我说设 缘起之色跟断空不相及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断空 你说真空讲不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先把不当的这个 的思考的这个点 先把它剔除嘛 那你跟我说不是断空嘛 好 那什么是断空 什么都没有 好 叫断空 中论里面有讲 先有 而后无 叫做断灭见 等一下应该还是会看到那一篇 那 那这个 这个文啊 我只是先跟同学讲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诶 缘起之色跟断空 是不相及的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就会想 诶 什么是断空 好 先初步的了解 但断空还有好几个解释啦 那我们用中论的那一句话来表达 先有 而后无 为之断灭 好 那 刚刚呢 讲了 诶 好慢喔 这个缘起之色跟断空不相及 所以告诉你 所以 所以 所以色不及空嘛 一般我们看到色跟空 我们会觉得这两个是对立的嘛 对不对 对立就叫太离 离 离 离开 他们的关系太离 太离 所以他告诉你 所以他告诉你 其实啊 这个 这个色 其实是 这个色因为是无自性的 所以他是空 他帮你拉回来 我们一般会觉得色跟空是对立的 太离 他们的关系太离 他现在告诉你 那 不是喔 色体是无自性 所以是空嘛 所以 众生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明之后 就会觉得 喔 好 他就得到一个结论 那色疾是空啊 对不对 你跟我说色不及断空嘛 色疾是空 所以我们接受到讯息 色疾是空 本来认为色跟空是对立的 好 那后来这句话 告诉我们色疾是空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欸真的真的 欸色跟空是不分的咯 就把色等同于空了 喔 那第二句话就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 他告诉我们色不及空 以及空故又来了 啊 又来了 因为前面的结论是告诉你 色体无自性 所以他是真空嘛 他怕我们把色跟空等同 他在这边告诉我们 清皇之相非是真空之理 故云不及空 所以这个色是指清皇之相 这个色是指清皇之相 他告诉我们清皇之相 跟非是真空之理 所以说色不及空 因为怕我们把色不及空 因为怕我们把性跟相搞混了嘛 前面那一句讲色即是空啊 所以我以为清皇之相就是真空之理啊 所以在这边他再破我们一次 告诉我们 清皇之相不是真空之理 所以色不及空 但是清皇之相也是怎么样 无自性的 默不及空 有没有看到 清皇无体 默不及空 所以色即空 良以清皇无体之空 非即清皇 故云不及空 你晕了没 晕了啊 正常的 虽然他的文已经很清楚 告诉我们这个色指的是清皇之相 我一开始在读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一句在解释这个 这一句在解释这个 那你多看几次慢慢会熟 因为法界关门学完 很多人一开始都不知道在学什么 包括我 包括陈老师他之前有跟同学分享过 他一开始他学过 他那时候是 圣言法师开的课 他上完一学期他也不太知道在学什么 那大家慢慢抹吧 好反正呢 我们先消文嘛 先消文 这个色是指清皇之相的意思 清皇之相跟真空之理 非是真空之理 所以我们说他色不及空 但是清皇之相 相跟性 虽然 虽然不一样 但是 相跟性 他们都是无自性的 对不对 所以 虽然是清皇之相 但是他的 他的体也是无自性啊 所以 是空的 所以这里的空是 但是 是就清皇之相 是 也是无自性 说他是空 这便是说 你讲你单单看到的是清皇之相 你就认他以为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中密用实色来表达 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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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色不是实在的喔 而是其实应该不是 不是 应该是缘起之色 他用的名词是实色跟幻色 两个对比的 缘起之色他用幻色来表达 好 那像这种清皇之相 他用实色来表达 好 那细细节的部分 同学可以回去自己翻 他其实有介绍 什么叫实色 什么的 但是他讲得很细 同学 有空可以 回去 再 有兴趣再去看啦 好 所以第二句话是告诉我们 不要把性跟相怎么样 混合在一起了 好 不要以为 清皇之相就是空里 其实清皇之相不是空里 但是清皇之相他也是无体性的 他也是无自性的 所以他是空 这样可以吗 好 先这样啦 我们把他讲下去 等一下就全部睡着了 很难喔 好第三句话 又来了 又来了 他说啊 又是色不及空 已及空故 这句话还挺有意思的 他说啊 空中无色嘛 因为我们灰色归空 对不对 我们这一关在讲灰色归空啊 灰色归空 空中还有色吗 你归空啊 灰色归空 空中无色嘛 对不对 空中无色 所以我们就说 色不及空 头脑可以吗 灰色归空啊 你所有一切都无自性 你都说他是空 对不对 灰色归空 所以空中无色嘛 所以我们说 色不及空 但是呢 灰色虽然归空 但是无体 对不对 无自性 所以是空 所以连续三句话都告诉我们什么是空啊 如果方便来说的话 到底什么是空 无自性 没有一个自体性 好 所以这句很有趣 他从灰色 他由灰色归空可以告诉你 那色不是空 也由灰色归空 告诉你色是空 应该晕了 再讲一次 因为灰色归空 对不对 你用你的头脑 这种意识心的头脑去想 所有一切缘起之色 因为都无自性 所以都是空 那是不是空中一定 没有色 无色 空中无色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色不及空 那也因为灰色归空 然后我们说空叫无体嘛 无字体嘛 对不对 相互依存的无字体 会色无体 所以 就他无自性这个部分 会色归空无自性 我们说色是空 很难喔 因为我们习惯对立啊 而且我们在学习 希望你就是告诉我 到底是空还是有 你跟我讲一个亦有亦空 我就觉得你是模糊 还跟我讲个非有非空 听不 不过禅师 很擅长张的手法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跟你说不对 不对 不相应 好 好 那先葬萧文 所以后面这一句 这也是标喔 这是 这结论 事故由色空色非空也 因为会色归空 所以色不及空 因为会色归空 所以色即是空 晕倒 好 因为刚开始学了 很容易这样 再加上我的表达可能会让同学 嗯 不太能接受 好 那没关系 慢慢来 而且有作业 而且有大咖的 我这张椅子坐的文 是因为后面还有人 而且我讲错老师会跟我说 对 他那一天有来跟我讨论了一下 我们的课程 一讲就讲了快两个小时 快两个小时 那老师 老师上华言都卖天台 你都知道 还卖 还禅宗什么全部都进来 就越讲越多 越讲越多 很开心的 希望他能够赶快来上课 好来下面一句 以上三句 以法减情器 以法减情器 在这张表格里面好像没看到 嘿 没把它列进去 好 那么以上三句就是一二三 三个射不及空这三个 他都先帮你剔除嘛 第一个先剔除断空不是嘛 对不对 以法减情 我不当的知见第一句话是减断空 第二句话是减什么 减我们性相不分 刚刚不讲了吗 我们把青黄之体把它整啊 以为青黄之体就是真空之理 所以第二句我们剪的是 你把性相不分 第三句他是要双剪 他由灰色归空这句话 告诉你 告诉你色不是空 也由灰色归空这句话 告诉你色己是空 同学有时间去看一下 等一下也会代读 因为我现在不敢PPT跟那个PDF切换 我要转来转去会乱掉 所以先把PPT消文 消文消完消完 我们待会再去看文本 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三句话 以法把不当的知见把它剔除掉 剔除干净 第四句话告诉我们色己是空 为什么呢 刚才已经有问同学了 为什么你知道三句话的结论都是告诉我们 最后都是告诉我们色是空吗 不当的知见抿除之后 发现色是空 为什么 都是这样一句话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这一句话 凡是设法必不亦真空 以诸设法必无性故 有没有看到 无自性啊 所以我们 我们强而为名叫做空 那为什么会跑出真空跟断空 因为我们有不当的知见 所以要说明 所以又跑出有真空跟断空 断空 断空叫先有而后无 叫断空 但你不要把断空跟真空再把它 对立起来哦 这样会对立不完 好所以他贤解咯 这句话叫贤解 简情是刚刚那三句话 把不当的知见剪掉 到底剪了什么 我要逼同学背起来 就算你不是很理解 你要聊 记得他的过程 第一个是剪什么 断什么空 是剪断空嘛 对不对 你要接受我的暗示啊 我都告诉你剪断什么空了 剪断空 那简单说什么叫断空 风论讲先有而后无 剪断空 第一句先剪断空 告诉你色即是真空 那那个色是缘起之色 或中密讲的幻色 来第二句剪什么 我们以为色是空 就把色的青黄之相 跟真空的理 混在一起了 就是剪性相不分 简单说 好第三句话 那双简 他利用 他利用灰色归空 这句话 好来告诉我们 灰色归空啊 所以一切无自信 所以空中无色嘛 对不对 所以色不是空 好 那灰色归空 又灰色归 归空无自信 所以色是空 好 最后就是告诉我们 那缘起之色 与空是相极的 不是对立的是相极的 好 因为色法必不亦真空 因诸色法必无信 好 后面还有一句 是故色即是空 好 是结论哦 好 那后面这一句 其实我还蛮 我还蛮 蛮喜欢这一句的 如色空即而 一切法亦然 这边他只是举色为例子来说 其实色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他与空的关系 其实也是这样 好 一切法 色受想行事 他是用色来说嘛 好 那受想行事 亦是如是 十二入十八戒 一切法 理事的关系 事事性相 挺用 好 我们华原讲的十个是 解形因果等等的 一切法亦然 好 叫我们想一下 失之 好 这个叫色己之空 好 慧色归空关 结束 好 好像时间差不多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了 好 那么 呃 经过一节课的轰炸 欸还有两节课欸 我们 我们眼光短浅一点看今天就好 还有两节课 你还要轻两节课喔 各位要坚强啊 听不懂是正常的啦 一开始听懂的人真的是怪咖 他变成是真的是很厉害 真的是 人家就是有那样的资质 跟根基 那像我没有 我磨的磨过来又磨过去 磨过来又磨过去 好 然后 一开始好多疑问喔 结果不晓得要从哪里问 不知 看到老师 就 很喜欢 但是满脑袋都问号 想要问 但是我要问什么 讲都讲不出来欸 好 这是我的初期 中期就是这样 追着老师问 你赶快想像那个画面 追着他问 老师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为什么可以这样的 为什么前面这样 后面又那样 好 好 就追着老师问 好 好 那现在 就比较不会 这样一直猛 也是会啦 好 就不会像之前 那么多疑问 好 好 这个 可能 因为老师最后都会告诉我 你自己想 你怎么可以跟我要答案呢 好 我就自己想 好 但是有时候实在是想 想破头了 对不对 你疑问在的时候 你没有解答 有时候真的是心里会很苦 很苦 那就死追猛打 好 那老师很慈悲啦 老师其实都会讲 只是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在讲 好 好 那继续喔 要不要给自己加油加油加油一下 也给我加油啦 好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这样 这么细的讲 以前都是自己看嘛 那自己看 其实 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 其实 我知道我好像懂了 我真的可以连结起来 但是一旦要透过语言来表达 我就觉得有那个难度 讲不出来啊 包括那个圈圈圈圖 我觉得我一直没有讲出我心目中 我真正的想法 一直没办法把它表达得很清楚 那老师就会说 啊这样的能力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对 那你不学 不练 怎么会有 好吧 我们就乖一点 就只好这样 好啦 我们刚刚前面啊 才讲灰色归空观而已喔 那等一下一节课要把 另外三个把它讲完 这是理想 但理想跟现实不熟 不能搭在一起 我就不知道了 那最后一节课要干什么 最后一节课我们要看那个老师那一本书 来抽温看同学有没有读 骗人的啦 难怪老师说 老师说 我觉得你比我更像老师呢 因为他都教研究所 我教的是国中生 对不对 国中生老师总是 欸你要写功课喔 你不要睡觉喔 你要认真一点喔 总是这样嘛 我们这种习性难改 还有功课好好笑 听说有同学回去做 而且很认真喔 而且我发现问题喔 我就很开心耶 我还跟老师说 我们同学这么认真 而且找到问题 那那个问题 那那个问题 待会会讲喔 很开心你找到问题 好嘞 我们先 再回过头来三句 第一句 简断空 告诉我们色 跟真空是相及的 第二句是怕我们性相不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简的是性相不分 然后呢 但是相的体也是无自性的 所以是空 第三句话是告诉我们 会色归空 所以空中无色 所以色不及空 也因为会色归空 所以呢 色是空 同一句话 可以有两个解释 这在数学上可能很难理解 我们国中的数学 怎么可能会 会有这种事 对不对 三一律嘛 不是大于 就是小于 就是等于 好 那怎么又会有这种 一句话又是空 又不是空 那你花园这边 让同学领略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这一句话 以上三句 以法简情器 就是你的讲义没有的 这一句话 但是其实 其实这张表格 告诉我们简情 就已经代表了 因为表格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列入 都列入太繁杂了 其实老师一直跟我说 为什么右手边要留着 应该把它删掉才对 那个是不同版本的一些校正 那给同学表格应该要简单明了 他一直跟我这样讲 我那时候没有注意 就没有把它削掉 所以他这个不是全文 并不是全文 好 那我们要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以法简情器 以法简情器 刚才其实已经很初步的 消文消过了嘛 第一个简断空 第二个简性相不分 第三个双简 他告诉我们 会射归空 所以射不极空 也因为会射归空 所以射极空 你背起来了没 第一个简什么 第二个简什么 性相不分 第三个双 因为会射归空 所以射空中没射 无射 对不对 所以不是嘛 对不对 然后也因为会射无体 所以射是空 都记起来了还不错 至少文艺可以理解 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 不是在背东西而已 但是这是初步 你要先能够知道这个东西 你慢慢慢慢慢慢 然后呢 去再深入一下 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们要讲的是以法简情器 这个 以法简情器 在乘观 乘观的玄境 其实啊 有这样分 他把它分成简极离 待会我会代读 你现在先看一下就好了 我先稍微代一下 其实我刚才已经有告诉你了 我刚才的解释 是比较用简极离 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诠释 成观分为三个 简极离 简乱液 简行险 简行险 好 那么简极离 其实刚才有代 我说因为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色空是对立的 所以太离 所以他简的断空 告诉我们空不离色 空不离色 好 告诉我们空不离色 我们又把性向二分 把它混合了 所以他第二个要简太极 因为性向不分了嘛 所以太极 所以他第二个的目标是要 因为太极了 他就把你拉开啦 你太分开他就把你 是相极的 叫你靠近一点 我们用比较粗浅的话来说 叫你靠近一点 太近 他就把你怎样 离开一点 其实是破的意思啦 因为你太离嘛 他就破你太离啊 他就破你太离 好 那我们众生就觉得 又混合了 那就 那是喔 那就是喔 两个就是等同喔 那就变成太极嘛 他就破你太极 告诉你空不吉色 就告诉你 那个圆起的那个 清皇之相跟真空之理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第二句话 简太极 简太极 其实你可以写在这里啊 代读 代读那个书 待会我们会稍微看一下 因为 华元一海的标点 实在是也很伤脑筋 等于我们稍微可以带的话 就带一下 那因为我以后我大概不要用PPT上课了 我直接用free print上好了 用PPT我要切换就有困难 切换会有困难 所以干脆 这样每次 那讲同学找不太到 对不起了 就不太好 所以以后可能就尽量啦 除非软体可能 再去调一下 好 第二句话是因为性相不分 所以太极了嘛 所以我们要破太极 我们把太极这样的支件 要把它剔除 所以我们告诉说 空不极色 这个色是指什么 还有印象吗 青黄之色 好 第三句叫减聚极离 聚极离 双明不极不离 不是告诉你灰色归空 所以不极色 灰色归空 所以也是极色吗 好 所以呢 他是以破的立场来说 因为你一开始太离 他就帮你 不可以喔 减太离 然后你又以为等同 而一样 告诉你不是喔 说减太极 然后告诉你减聚极离 这个是大部分这样说啦 待会我们看书 你就会发现 成观的诠释是说 多分如此 那如果一句 如果看总相的话 其实他觉得每一句话 其实都有啊 都减太极也减太离也减极离 多分来说 第一句话 减太离 第二句话减太极 第三句话减聚极离 好 那么第二种 第二种是减乱意 减乱意 乱意 什么叫乱意 就是对空不当的理解 空不断的理解 好 那我们有三种 我们来看一下 这待会待读的时候也会有 或者是同学在403页也 对应该403吧 保性论 这个很重要 保性论 其中 其实要列的三种 空乱意 乱意是指对 空乱意是指对 空不当的理解 叫空乱意 好 那我引用的是 法界玄境里面的文 而不是找保性论的文 我就用玄境嘛 因为我们用玄境当课本啊 好 他说第二种 叫减乱意 者 保性论明 地前菩萨有三种空乱意 你也可以翻书啦 如果你觉得你一定要翻书的话 也可以翻一下 地前菩萨有三种空乱意 意思就是还没有登地前的菩萨 很容易对空有这样三种不当的了解 所以同学你说听不懂是正常的啊 以目前来讲 那你说我这样讲我懂吗 我目前是萧文 然后我可以理解的 我可以理解的 我要把它表达 有一些东西我目前为止 我内心 表达不出内心要表达的 我只能这样说 那为什么 我后来本来很气你知道 为什么表达不出来 我最喜欢那一张圈圈图 我非常受用那一张圈圈图 我几乎我所有 华言的问题 当我产生困难的时候 我把它丢到圈圈图里面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不能解 我讲的是观念的问题 思考的那个问题 而不是冥相 冥相当然没办法 冥相 我讲的是那个理路的东西 其实我受惠于那一张圈圈图 但是就一直没办法做很好的表达 但不要太苛责自己 不然下次我们换一个人来试试看 我们用抽的好不好 骗你的啦 不要这么坏 这不是国中生 不要这样骗人 好 我们说 地前菩萨 还没有登记的菩萨有三种 对空有三种不当的知见 那哪三种 第一种断灭故空 就是我们刚讲的断灭见嘛 中论说什么 先有 后无 为之断灭 对不对 当然他的原文你要查一下 大概是这样 为之断灭见 还是为之为断灭 不太有印象了 好断灭故空 所以初句简之 记得吗 他告诉我们不是断空啊 好 第二个 取色外空 这第三 这待会再来说 好 这第三句简的 就是那个灰色归空 简聚集里 刚才那边 他第二句是为空为友 我们先看这个 第二句简之 叫为空为友 什么意思 清皇之相啊 以为有一个清皇之相 个实实在在的色 清皇之相 把空当成有 有 好 那么第二句简之 也就是清皇之相那一句 你可以在讲义这边写一下嘛 对不对 第二句为空为友 如果是用保性论的三种空乱意来讲 第二句 清皇之相那一句简的是为空为友 好 那第三句简什么 简色外空啊 简色外空 因为我们说灰色归空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灰色归空 那空中必无色 所以那个色跟空 那个色外才有空 对不对 他这句话来简 简三种不正之空固 然后第四句还说真空 这样有没有理解 所以这有三种 三种空乱意 断灭 然后呢 断灭空 然后把空当成有 就是我们刚讲那个心象部分那个 第三个我们有还有一个色外空 空在色外 因为灰色归空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觉得 好那就空在色外嘛 其实不对的 色空是怎么样 不相及的 好 这是保性论的三种空乱意 好 我们回到这里来 好 这第一句 这第二句 第三句 啊简乱意是刚好 后面两个 有 顺序不一样 喔 这第一句简的 第二句简空为用 好 第三句简 取色外空 第三个简形险 简形险这个部分 哦 陈冠自己说的 他后面其实他都没有再解释了 因为他是用形色跟显色的关系去做一些简别 哦 那他有部分的他其实应该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所以玄境其实告诉我们用两种就行了 用前面这两种来剪就好了 这个会乱嘛 好 会比较乱 好 嗯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色外空理解吗 色外空我举个例子好了 玄境里面其实有讲 比如说我们教室都坐满的人我们这边不空外面 外面那边是空的 例如这样 色外空 他是这样讲墙内 墙内是 墙内因为我们很多人嘛 对不对 墙内有 墙外才是空 这叫色外空 意思是把色跟空分家了 其实 我 的理解 其实 不管 为空为友或色外空 其实都是一种断灭空 我的理解 我应该有看到 应该是中密吧 中密其实的解释没有成观那么复杂 中密没有成观那么复杂 中密觉得这样解释太复杂了 他觉得这样对于观法 是有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你讲太复杂了 他讲的比较简单 所以同学如果觉得玄境的讲法比较复杂 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去看中密的 但看中密的作品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去看老师那一本书 你就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 其实中密那一本 比他的驻华原法界关门 比玄境还要 简洁 里面其实有一些也不错 但是 我为什么不想一开始就介绍你看那个 大部分的研究生因为要报告 被逼到最后就是会去用中密的 因为他比较简洁 可是中密有一个问题 同学你回去看 老师那一篇文章你有看到吗 华原思想的演变 从杜顺 字眼 到法杖 是一脉相传的喔 是一脉相传的喔 然后到那个 法杖的地址开始有一些变化 然后一直到城关 一直到中密 他中密 比较以真心 真性来解华原 他让我们感觉会比较跟宗教 小史中顿园的宗教 比较类似 所以就是 这个华原的路线就变成有一点 开始 开始跑掉了 当然他会这么做有那时候的因缘 有因缘的 那书都有写 那现在目前先这样吧 不然等一下代读的时候 这样可能时间上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中密 中密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 我先把他全部带完 奕海 华原奕海 有啦 我们现在翻过来看 既然讲了 中密其实讲的比较简单 他第一句 第一句 他说前三简情 对不对 后一弦里 他前三第一个他就简断空了 他不跟你啰嗦什么 还简行险 还简什么的 他就告诉你就简断空嘛 第二个简石色 刚才我不是跟同学说吗 中密比较用石色跟幻色两个 两个对比来说 他的石色是指青黄石色 他简石色 第三个叫双简 双简 你看一下四百四十七 四四七 在这边嘛 第一个简断空 再来简石色 简断空 简断空 然后呢 简石色 然后双简 中密他这样分了 他分的比较简单 然后下面这里这个保性论 这个字要改一下 他写实性论 这要改一下 保性论才对 我们刚才已经有秀过了 他说 意简空乱意 菩萨祭三种空 后面有一句话 孔凡凡官智不必和会 中密的想法 他派太 你一个官文解释太多 太繁杂了 孔凡官智不必和会 就算要合会 就算要合会 你说第一句简什么 第二句简什么 他说合会 亦不全同也 不只是两位主 是不同的意见 我就觉得都是值得参考的 而且其实也不是只有他们两个的意见 其实我们上一次已经代读 陈冠因为他的弟子 请他做玄境 其实他去寻友访员 对不对 他去找了好多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呢 再把他集结起来 然后呢 把他写出来 所以陈冠就算玄境 应该也不是他单独个人的一个意见 他总会飙进去 那从哪边可知 他自己也讲啊 他刚才不是讲减行险吗 他自己讲一讲他也告诉我们 有这样这三个 有这三个 但是前面两个就行了 后面那个其实有时候他有不同的意见 好 所以如果你觉得一句一句你要逼你说 我减太极 减太离 俱极离 减断灭空减什么 你觉得你不想这么分 你那个每一句的意思你大概稍微理解 那就好了 你就不一定要这样记了 只是说我们主师有这样分 那我就这样带嘛 好 再来回到 好 进这里了 为什么刚才花了那么多时间 在讲明空 灰色归空关 因为那一关讲完了 其他第二关就很简单 因为刚好倒过来 倒过来 刚才是灰色归空关嘛 对不对 现在是明空极色关 因为刚才的结论就是灰色归空啊 我们就认为空才高干啊 他继续破 告诉我们空极色 空极色 也就是我们第二句 好 那空不极色咧 跟刚才一样 我们倒过来 这个空是指什么空 刚才是色不极空第一句嘛 你们刚才不是回答我减什么 断空对不对 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 欸 跑掉了 这个断 这我主要是要跟同学说 他的结构一样 前三句是简情 下面是浅解 好 那么 跟刚才的结构是一样的 跟第一句的结构是一样的 来 空不极色 刚才是色不极空哦 色不极空我们比较好理解 空不极色很不好理解 但是如果圈圈图你理解的话 其实空不极色没错啊 好 待会给同学看一下 好 那这一样是标 标 式 结 前面这里是标 我的这个又不见了 好 这个叫标 好 式 结 好 标告诉我们空不极色 以空极色故 一样的 这个空是指断空 断空 断空与缘起之色是不相及的 所以我们说空不极色 就非色 好 那么真空必不亦色 所以叫空极色 如果刚刚第一关你理解了 应该这一关就是直接倒过来而已啊 好 断空不极幻色嘛 不极缘起之色嘛 与缘起之色不相及啊 所以我们说空不极色啊 但是真空必不亦色 所以说空极色 要由真空极色 故令断空不极色 就这样 可以齁 好 一样的结构啦 就倒过来而已 所以刚才灰色归空 快花了一节课再讲 我们空极色快要十分钟把它讲完 或者是五分钟把它讲完 好 第二个 好 刚才是怕我们性相不分 对不对 现在也是一样 好 不会动 来 第二句 又来了 空不极色 以空极色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空力 与青黄之相不相及 所以空不极色 刚才是倒过来嘛 色不极空 因为青黄之相与空不相及 好 那现在是以空为主角 好 空不 空力跟青黄之色是不相及的 所以我们说空不极色 好 但是呢 青黄之理 好 无自信啊 所以空极色 好 结论 要由不亦青黄 故不极青黄 故云极色 不极色也 极色是因为 青黄之体是无自信的 跟空力一样 不极色是 你把青黄之相当成实色的话 那么它就是不极色的 好 第二句话过了 来 第三句话 跟前面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是标 空不极色以空极色故 是在这边 结在这边 那么这边 告诉我们 空是所依非能依 我们说 已有空益故 一切法得成 有没有听过 中论有一句话 已有空益故 一切法得成 但是不要把它理解成 是空生出一切法 不是喔 空不能生出一切法 那因为空无自信 所以法法互相依存 举依射一切 你的头脑 有没有跑出圈圈图啊 无自信 就无自信来讲 那张圈圈图叫空 无自信嘛 我们从刚才讲到现在这么多 互相依存 所以有身罗万象 有身罗万象 所以一切法得成 不是生的喔 是本来就这样的 好 那么他说空是所依 非能依 所依跟能依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空不极色 空是所依啊 空是所依 一切法是能依啦 好 所以他说啊 所依跟能依不同 所以空不极色 但是能依可以离开所依吗 不行啊 我们说法法相互依存啊 能依跟所依是我们把它分的耶 对不对 相对于能依才有所依 相对于所依才有能依嘛 所以能依跟所依是互相依存的 所以我们说空即是色 所以这句话第三门 跟灰色归空的第三门都一样 一样什么意思 刚刚的第三门是用灰色归空一句话 告诉我们色不极空 色也极空 对不对 现在 现在这个 这个空 空不易色这一门 第二门 明空即色观这一门 他告诉我们能依跟所依 因为是能依跟所依所以不一样 不即色 也因为能依必与所依相互依存 所以即色 有没有了解 就是灰色归空观跟明空即色观的 第三句都是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 好说他即色或不即色 或即空或不即空 好良游是所依故不即色 就是在解释啦 能依跟所依不一样 所以不即色 然后也是因为是所依 所依不能离开能依 所以是即色 事故由不即色 故即色 好痛喔 怎么会又不即色又即色 我就跟你讲啊 你那个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 如果不拿掉的话 你读这个会很辛苦啊 好 那如果你慢慢慢慢把那个对立的概念 那种思考方式把它拿掉 你会很开心啊 因为你觉得都对 但不是混乱一团喔 不是混乱一团 你会觉得处处无碍 所以空可以让人家处处无碍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碍 因为我们就是指 你说什么就 你说所依我就指所依 你说空是有 空有一个空 你就会一直直下去 所以就处处有碍嘛 好 三句话咯 接下来要显了 对不对 显理了 好 空即是色 为什么呢 因为真空不亦色 以法无我理 非断灭故 事故空即是色也 后面又来了 这里 以色来立诸法 用色跟空的关系来告诉你 空色既有一切法亦然 对不对 包括受想行事 五音十二路十八戒 等等一切法 包括事与事的法 之间都是如此 好 接着 我们把明空即色观讲完了 第三个 空色无碍观 讲了空讲了色 直空直色 他告诉我们是无碍的 无碍的 好我们看一下 他说啊 未色 局体不亦空 全是尽色之空 即色不尽而空陷 空局体不亦色 全是尽空之色 故即空即色空不亦亦也 这什么意思 我举例来说 以班长为例子好了 班长他是一法 对不对 他是不是无自信 对不对 班长无自信 所以班长是空 对不对 班长不是空 色嘛 我们是要色把它单成班长 好 好 那班长无自信 所以班长是空啊 不亦空啊 全是尽色之空 那是整个班长都是无自信 整个班长都是空嘛 并没有他的头是空的 然后他 头是空的是在骂人 不是 并不是说他的头 是空的 手不空 全是尽色之空 可以 稍微做这样的类比 好 所以整个班长都是空的嘛 你不要妈妈空空 整个班长都是无自信的 所以整个班长都是空 他没有部分空啊 好 其实不只班长一切法 我们讲一切法都无自信 不是一切法都是空的吗 我现在只是举班长 以这个班长叫做色的话 班长的体是无自信的 所以整个班长都是空的 则色不尽而空陷 你不需要把班长灭掉 不需要把他干掉 然后才能显示出他无自信是空的 类比这样的说法啦 因为不太知道怎么讲 比较能够听得清楚 那现在这边有一个问题了 有师兄有发现 诶 这个文 这里面这个讲义的不尽 但是因为我们有作业嘛 叫你回去要看嘛 同学看了对了结果 发现义海 怀远义海里面的玄境里面 它是写色尽而空陷 色尽而空陷 那不是打错啦 是版本的问题 版本 陈冠是用色尽而空陷 欸不对 陈冠用什么 用色不尽而空陷 陈冠用色不尽而空陷 中密用色尽而空陷 那老师这一份文 这一份资料当初学生在替他打的时候 应该是用中密的文 但也不完全是 我后来有去教了一下 可能我要找时间把它修正 要就全部用中密的 要不然就用玄境的 因为这样混在一起 感觉怪怪的 所以这边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色不尽而空陷 那一种是色尽而空陷 那两位主事其实都有讲 那个陈冠是觉得用不尽 他用不尽来解 然后他有说有本 有本用尽来表达 有别的版本 那中密是觉得尽比较好 他觉得不尽不好 那尽怎么解释 色尽而空陷 那个尽不是不尽的 不是把它消灭 而是整个整个的意思 譬如说我们一直观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一直看黑的 黑色好了 我举例子 类比喔 不表示那个理一定是这样 就说如果你一直看一直看 看这个 你会不会旁边都没看到 你可以理解吗 所以那个 如果你看到的是色尽而空陷 你要这样理解 你不要把它理解成 色没有了空才会跑出来 那就变断灭了 就是我们一开始一直在讲的简断灭 你不要变断灭喔 好 那空呢 空体 空局体不易色 空局体不易色 全是近空之色 好 你空体跟空啊 空啊 跟色是不是都是 都是互相依存的 都是无自信的嘛 好 那全是近空之色 所以其实这个 一样的意思 整个啦 我们刚才不是用班长来说吗 整个班长都是空了吗 对不对 那这边呢 近空之色 好 则空极色而空不云也 好 并不是空会不见呢 他只是借由色来显嘛 不然空怎么显我问你 空怎么显 他是由色来显 好 世故菩萨观色无不见空 观空莫非见色 所以他是没有障碍的 他色 具体不易空 空具体不易色 所以他观色无不见空 观空莫非见色 不早啊 不左啦 那我们不是啊 我们观色就是色 而且还想 这个比较帅 比较年轻 那个比较漂亮 这个包包比较好 这个手机比较好 我们就开始一直分别 一直执着 那菩萨不强 他看 观色无不见空 他会想 诶是色无自性啊 所以是空的啊 观空莫非见色 无藏无碍是一位法 失之可见 所以我们说空是 会让人家 会让我们无碍的 但我们要学啦 我们要学 好 这是空色无碍观 好 最后一关 敏觉无忌观 敏觉无忌观是第四关 第四关 真空观的第四关 好 刚才告诉我们 会色归空 对不对 然后又怕我们执着 又告诉我们 明空极色 又怕我们执着 再破我们这样两个执着 告诉我们 他是无碍的 然后我们又执着 又是无碍 有无碍 真空观告诉我们 不对 再破下去 有所执就有所破嘛 他告诉我们 为此所观真空 不可言极色不极色 他把你前面 那灰色归空 那个全部都给你踢掉了 你刚讲的都错 不可言极色不极色 不可言极空不极空 有没有看到 刚才一开始跟我们说 会色归空 现在告诉我们 不可言极空不极空 第二关告诉我们 明空极色 明空极色耶 他告诉我们不可言极色 那你说 不可言极色 那就极色 他说也不对 通通错 第三句话告诉我们 一切法皆不可 你刚讲的都通错 连不可这一句话 也不对 哇 连这一句话也不受 连你说不可 亦不可这一句话 也不对 那怎么办 窘觉无际 你没办法描述啦 他告诉你 非言所及 非解所道 他是一种修行的境界 为什么 身心动念 急乖乏体 失正念故 所谓的非言所及 就是你口说 口意嘛 我们说心思口意 对不对 非言所及 这是口意 非解所道 那心思啊 不是我们心思口意 所以可以知道的啦 他是一种修行的境界 叫做行静 行静 A同学 如果你有涉猎其他宗派 哪一个宗派的空 从 讲到最后 告诉你是行静 有吗 禅宗 对不对 好 所以华言跟禅宗 真的很有趣喔 禅师好多人很喜欢华言 华言里面也多的是禅宗 的大师 好 以后陈老师来上课 说你们可以跟他提一下 看看能不能请他介绍一些 华言的禅宗的一些 他其实有写一些文章 还不错 身心动念疾乖乏体 失正念 我们讲一句 如人饮水能暖自知 但是 但这不是口号而已喔 这不是口号 就像你现在也知道啦 什么减断空啊 性相不分啊 那个你都知道啦 但是 我们现在是归知道归知道 好 那个强度 你知道那个强度到底到哪里 那很难 很难说啦 但是我是勉励大家 至少你要先消闻 懂得他的意思 然后慢慢去磨 好 那这边有讲到行径 行径我们来看一下下 呃 旋 看应该是在 旋意啊 法界 大概翻一下 应该是真空观的最后面 应该是413页 413页的第二行 颜四位行径者结成上行 他告诉我们上面的真空观 对不对 我们那个空色五外观是不是 就是就就就 解中去行了嘛 记得吗 你看一下你的表格 好 那个第一门跟第二门 第二门都是简情贤解 对不对 第三门那空色五外观 解中去行 第四个是正成形体 所以他告诉我们行径 因为真空观讲到最后 他说就是行径嘛 所以他说结成上行 在讲行 然有恶意一则 是行家之径 行家之径 也就是修行的修行人的境界啦 第二个 第二个应该在 那个出体字的旁边 有一个行即是径 有没有 有前四句中 旁边行即是径 所以这有两种解释 玄境把它分两种解释 那什么叫行家之径呢 心跟径相契合 智与神会 亡言虚怀明心一致 方意之径 所以根本不是用言语能说的 所以他说 唯行能道 非解禁固 所以是行家之径 修行人的一个境界 而且他是心要跟那个境界相契合 好 第二种解法 他说心至契合即是真行 行即是静 行的当下就是静 静的当下就是行 他有两种解法 好 这个是这个玄境的解法 成观的解法 有两种解法 两种都蛮不错的 我觉得 唯行能道 所以真空观不是用来说的 那是跟修行 怎么样 你要修行才能相应 那我们现在只是就道理上来消闻 我们这样都是空口说白话 有没有 这一节课我上完之后告诉你这一节课都错 讲的都错 讲的都错 正空观就这样说啊 都不是啊 都不是 那为什么都不是 以前我有点疑问 但是后来 应该算解决 等一下有空再来讲 好 那么他 他敏绝物机关告诉我们 欸什么都不是 词语以义不受 有没有 你说不是的这句话也不是 也不对 对 感觉上你就没有个依靠了你知道啊 你瞬间全部被打掉 那是因为我们人习惯抓个什么东西 你要抓一个答案 我们平常习惯就是你要告诉我答案嘛 他现在告诉你都不对 好 但是他又说啊 若不动明浅解 若不动明浅解 来在讲义的最后面喔 有一个解形之关系 有没有 解形之关系这几个字是加上去的 那不是原文的 有打个星星有看到没 解形之关系 这五个字是自己加上去的 右边那里是原文 若不动明浅解 如果你对于前面这些解啊 你都不清楚 无以涅成此行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达到这样的一个行径啊 因为你不解嘛 如果你守着解 然后不舍 守解不舍 无以入之正行 你守着解 说我这个解就是行啊 我们刚讲的啊 真空刚讲到最后是行径啊 我们就说哦哦 原来哦真空观就是行 那你就是守着这样的一个解啊 对 那了解之后应该要怎么样 要起行啊 我们是解中去去行 然后正成形体 告诉你 告诉你是行径 所以它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也是一个修行的境界 好 所以它如果你守着解不舍 那就没有办法入这个行 事故行有解成 行是有解成 行起的时候解决 以后你会常常听到陈老师讲行起解决 行起的时候解决 就跟你说你什么都不是你 不要再说什么色不疾空空 疾色不疾色空 疾空不疾空 告诉你一切法不可嘛 好 那你最后就是行径 那行径 同学也回了 如人饮水能暖 四肢 修行的境界没办法谈的 那我们为什么谈这么多 因为我们 不知道 所以要先理解 所以我就告诉你至少先消闻 但要把那个花言的法意 也要慢慢把它放进去 行有解成 行起解决 好 动名前解决 眼睛要亮一点 第三届第一节课 我那一天有回去听一下老师上课的东西 老师说来上花言 就是要我们换一副眼睛 我不晓得救生有没有印象 我那一天听到这里开始笑起来了 换一副眼睛 所以我们要有那个 要能动名前解 要有个好的眼睛 华言的眼睛 可是我们没有怎么办 主师有眼睛 所以我们依循着主师的教导 好 所以这个叫 陈冠后来后面有写叫 目足相知 这目眼睛 那你行要怎么怎么走 脚嘛 足 目足 相知才有办法 入法界 你不可能一直高调说说说说说了一堆 对但是你没有行啊 这样的话以正空观来说他不止不是行也连解都够不到 因为正确的解才有才会有行嘛 那你不起行那表示你那个解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好 所以行有解成 行起解决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 好 最后一节课了 恭喜各位快要解脱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真的难啊 真的难 但是要跟他奋斗啊 要跟他奋斗 有一天你会觉得他的好 好 那等你领略他的时候呢 看看各位有没有办法 就是用更简单的方式来呈现 好 不过因为我们有带书啦 跟着书这样读 所以我们还是会以文本为主嘛 我们不可以告诉你叫你请了书 然后不带读这样也不行 好 好 那么两节课 说的都不是空 至少 至少你目前知道是这样 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说 那我都不要解 他刚才一直在强调 行有解成 你要有眼睛啊 你要看得清楚啊 你才有办法行嘛 所以行有解成 行其解决 行有解成 行其解决 那在玄境第411页的地方 411 411 你看一下411 你看一下411 陈冠的解释 他说这叫浮击现缘 他把你前面讲的全部都怎样 打掉 为什么 告诉你就不是嘛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以前 看 我那一句话是 那个故事 很多同学都知道了 大制度论里面的故事 但是我以前没接触佛法 我开始看的书是老师的 天台缘起中道实相论 天台的那一本书 他刚好讲到大制度论 大制度论里面有一个故事 那个设立佛的舅舅 那时候设立佛刚出家 在那个佛的旁边啊 山扇子很热嘛 解热 那设立佛的舅舅 叫做长爪犯字 我为什么会那么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在4个字里面看到我的名字 长爪 他用他不剪指甲 所以他的爪子是很长的 长爪犯字 我叫长字嘛 所以就马上吸引我的眼光 长爪犯字 他有一群徒众 他就来看佛啊 说为什么他的外甥 就是设立佛 这么信服佛陀的教诲呢 那个公安同学可以查一下 然后他就跟佛说 他就是一切法都不受 一切法皆不受 那佛陀你到底是用什么法来吸引我的 这个侄子这样 让他要跟着佛陀学呢 他就很高慢要去挑战佛陀嘛 一切法皆不受 那佛陀就说 那你说的这句话你受吗 一切法皆不受这句话 你受还是不受 你不受那你 一切法皆不受你又不受 对不对 他讲受也不对 不受也不对 你讲说一切法不受你不受这句话 你还说一切法不受 但是你说受了这句法 这句话那你 你又受了这一句法 其实就是执着嘛 对不对 那长爪犯智 叫到自己的名字了 简称长智 哈哈哈 他还惊觉 哇原来佛陀的智慧是这样的 他就顺服了 就 本来是要找麻烦的啦 后来就变学生了 一切法不受 所以刚才在讲那个 词语亦不受 不受亦不受 一直不受下去 你再怎么讲都不受嘛 那刚刚师姐有讲到 上一届陈老师讲什么 空 再来呢 空空 再来呢 空空空 完了没 如果你在执着 那就继续空下去 永远都空不完 对不对 因为你就讲什么 就执什么 我讲空你也执空 我说要把这个空空喔 把这个空空掉 你有执着要空空 所以真空观扮演的角色 是破执着的角色 破执 那么不只破执喔 还现缘欸 现缘 那这个承官有解释 我们看一下 不对 我应该要翻掉 其实承官只这样而已啦 伏击现缘而已 他只讲这样 然后若细事 始终大义 但伏击现缘 那等一下我有 对这四个字的诠释 我再跟同学分享 我们先把文本看完 若细事者 他说 色空相忘 有多义 有四句 有三义 然后好长喔 好长喔 那我就把它做成表格 他分两个嘛 色空相忘 有多义 有四句 有三义 好 我把它分 做成表格 就变这样 好慢喔 在这里 色空相忘 以真空观来说 这四观 色空相忘 他说有多义 有四句 有三义 那那么 那么长的 一段文章 把它做成表格 你会 压力不会那么大 不然黑妈妈一片 会觉得 哇 要很有耐心看 他说 如果以荣二帝来说 惠色归空观是 明俗即故真 色是俗的话 空叫真 相对性来讲 俗即是真 明空即色观 显真即是俗 空色无外观 二帝双限 哪二帝 真帝跟俗帝 所以他是荣二帝来说 那明觉无济观 二帝俱明 这个是双限 这个是明 明掉 好 那如果约三帝来说 天台的 好 那个成观 因为有跟那个 天台的湛然大师 学习过天台 所以成观的一些 著作里面 有时候天台会跑出来 好 他说 如果以三帝来说 好 灰色归空观 归空嘛 那天就一直强调 重点在空的话 那叫真帝 那这个叫俗帝 明空即色观 跟空色无外观 都是俗帝 那明觉无济观 就中到第一帝 那如果以天台的三观 来讲空观 甲观 中到观 由甲入空观 由空入甲观 中到第一帝观 好 那中到第一帝观 那这个空色无外观 是讲 讲巨嘛 对不对 巨有嘛 所以是双照 然后是双遮 把它整理成表格 就是这样 那后面他还用四句来表达 这个同学可以 去看一下 前三 然后第四 前三就是真空 灰色归空 那前三句告诉我们 色不易空 第四个告诉我们 色就是空 色即是空 然后空色无外观 三是合前二 好 明觉无济观就全部 踢翻掉了 那三意相及相成 无外相害 这个跟后面的 呃 李氏无外 比较 比较能够 比较能够 到李氏无外再讲好了 李氏无外三意 那这个就可以提供同学 参考一下 好 那么为什么真空观 讲到最后 什么都不是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伏击陷缘 伏击陷缘 有没有 那个 看得到 好 这是玄境里面 始终大义 但伏击陷缘 若细事者 那就是刚才 跟同学讲的那一些 我把它做成表格了 那什么叫伏击陷缘 我的解释 可以提供给同学参考一下 这是我写的一篇文章 但没有发表 华言中的空观探究 以杜顺跟法杖思想为主 那我前面讲的是杜顺 我讲一下伏击陷缘 以我的理解 因为 主事就只有这四个字 那现在我把我的理解 试着跟同学做分享 这一段话就是刚才我们真空观里面的话 对不对 那我把它分三个部分来表达 所谓的真空 你不论极色不极色 极空不极空来表达 都是以空相违背 为什么 因为法法无自信 你怎么去固定一个东西 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个东西 你就必须把它固定住 此乃是因为法法皆无自信 所以我们称之为空 那如果我们用任何的语文文字来表达 都要把它固定化 我才能表达 不然我怎么表达呢 我用言语 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动作也好 我总是要表达嘛 所以我变成把它固定化了 它本来是无自信的 而且是法法互相依存的 我今天要表达它 我只好把它抓住 我讲白一点 我只好把它抓住 然后我开始来形容它 对不对 所以你抓住它 你就有所限制了 因为它是一直在变动的 那你就有所限制 那你用固定化的方式 来描述无自信的空 你当然没有办法相应 包括我现在讲的这些 通通都不相应 通通都不相应 所以它说是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的 身心动念疾乖乏体 说是一物疾不重 有没有 六主谈经吧 讲的嘛 那杜顺和尚认为 这是一种修行的境界 你守着这样的一个解 然后就说 这就是我了解的 那就不对 他告诉你守 守解就不是 你守着那个解当然就不是 那为什么 因为那个解是我们 用我们的意识形态 再去把它捕捉 然后描述 描述的 所以会有误差 那以前老师 其实讲到一个东西 我是那一次上课 我眼睛就亮起来 对于真空 为什么讲到最后都不是 都不是都不是 为什么他只能 从破的方面来表达 一开始我们就破断空 破什么破什么嘛 其实他不是破 他破是因为我们有执着 所以他要破 那他讲了一个物理学的一个原理 叫撤不准原理 撤不准原理应该 他的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 不确定性原理 那很简单 我们把它简单化表达 不讲那个科学的那些名字 他意思是说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某一些事物 其实都是粒子所组成的 对不对 那粒子是刹那刹那在变动的 你今天你要描述他或你要测量他 就像我们用画去描述 这一个境界也好 对不对 就很像我现在拿了一个什么东西 要去测量 我要去测量 我一定要把它抓住 我才能测量啊 问题是他是刹那刹那之间在变动的东西 我为了测量我必须抓住他 然后还量好了 好 然后告诉你 诶 这个是3.15926 随便乱讲 好 公分 好 请问这是事实吗 不是啊 那只是那个点被你抓到的那个点 你测到的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你去测量它 你就扰动它了嘛 粒子受到扰动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不准 所以简称测不准原理啊 那学名好像叫不确定性原理 他讲的这个我就很能接受了 你把它类比嘛 我们今天讲话出来 再表达一种境界也好 或者是一种什么修行的方法也好 等等的 都是透过我们的语言 透过我们的心思口译 我才能表达出来 那你要表达它 你就是要抓它 你要找到那个东西 你要 你要把它抓住 但是你抓住那时候 它其实就变啊 你说这只手真的长这样吗 错 它一直在流动 它一直在流动 但是我要 我们看不到嘛 我们看不到 我要测量它 说我这只手几公分 多粗什么的 这变成只是 没有办法表达出它的真实性 跟真实相 所以没办法讲 所以你问说空是什么 空不是什么 我怎么讲都不对 因为我一讲 我就把它用我的话 来把它怎样表达 它就是 就不对 那有救人说 那什么都不对咯 也不对 也不是 它是 它是无障碍的 无障碍的 我们先往下看 所以那一次老师讲了测不准原理之后呢 我个人就很受用啦 我就可以把它拿来佛法上运用嘛 其实是真的 用语言怎么表达 就算我同样的话讲下去 诶 个人接收的也不一样 是吧 好 那么成观在玄境把敏及无际观 诠释成这两个 大义跟细事 那大义它说是伏击线源 那下面是我的解释了 提供各位参考 为什么叫伏击线源 因为真空的呈现 不论是色即空 空即色 空色无外 都是为了教化众生 所采取的某种方便上的设施而已 因为我们指什么 它就破我们什么 对不对 提供修学者有一个契入法界的依循 如果你真的没有错误的知见 你当下就是空了嘛 对不对 那就入法界了耶 好 那他提供给我们一个契入法界的依循 为了凡犯行人 只取色空或只取空即色 甚至只取空色无外才对 所以他又施色了敏觉无际观 来提醒我们 任何的子取都跟空是不相应的 跟法不相应 所以不可以这样 什么色不即空空不即色 一切法都不可 他就告诉你这样 虽然如此也不表示 于空色空色无外 这三观之外 还有一个代表敏觉无际的观 你不要再把前面说 前面三个都错 就只有敏觉无际观才是对 那又来了 又犯了同样的问题 好 不是 应该是集空色 空色无外观 敏觉无际观 他们是互集的 好 所以我认为伏基县元 应该是集任何一个施色教法 而入圆容的无外法界 伏基的当下 圆容无外的法界就自然的显现 那么刚好符合我们法界观真空观 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简情贤解吗 对不对 每一句每一个观法都前三句简情嘛 后最后一句贤解嘛 简情贤解的任务 刚刚好 把不当的知见把它舍掉之后 就是 那如果更是 更好的一个解法 应该是说我集任何一观法 我都可以入法界 你如果没有不当的知见的话 你不执着的话 你讲射集空也对 你讲空极色也对 空色无外也对 什么都不是也对 看因缘嘛 本来法法无自信啊 哪有切割的 不是切割的 所以当我把不当的知见把它 剔除之后 所显的 其实那个就叫做贤解啦 我还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是真空 那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理解 那你就想想我刚讲的那个 你要怎么量东西 你说那个东西3.54公分 真的吗 那不是诸法的实相啊 我们只是以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 跟目前我们所理解的状况说 那个我可以测量出来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是我对于伏击线源的一个想法啦 后面有机会再跟同学分享 好那接下来时间啊 我们要做一件事 好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上次 上次要请同学回去看的 老师的作品 不晓得你看了如何 不是很清楚 但是没办法 啊我不要把它调过来 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用横的 不 应该是说我是故意用横的给你看的 我同学说一手这个坏信 值得我都看不 为什么要横的 因为用值得要一直拉一直拉 我自己看了我都头晕 那你们有书嘛 你们有书嘛 对不对 好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重点 又有让你当作业 所以我们还是看一下 好他说呢老师说啦 好这是他的文章 这个华原的思想 本来欸不对 不是这一页 在这里 华原的教义 既深且广 他的深 深其实我们有讲的 就是那个 那张图 彰显别教一圣 重重无尽法界缘起 别教一圣 华原教别教一圣 重重无尽法界缘起 你就先把它理解成那张圈圈图 那一张是空欸 因为法法无自性 所以他是空欸 可是那一张也是事事无碍欸 因为每个圈圈 每个点 通通都是无自性 是空 所以呈现出身螺万象 因为彼此互相依存啊 所以你看到很多圈圈對不對 那就是他的差别像啊 所以那一张是空 那一张也是理事无碍 那一张也是周片寒容 很深啊 同学不容易理解 就其实刚开始新生 你很难理解 不过我们先这样戴 他的身在于彰显别教一圣 重重无尽法界缘起 他的广在于他能够包含武教乃至仁天教 武教的新同学可能不知道在这里 你要看横的 小始终顿圆 华言的叛教是用武教来判别 小始终顿圆 华言是圆教 小的话一般就是不派佛教 或者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小圣啊 死教比较接近为是 或者是所谓的空 那个 对 般若 但也不能这样分喔 般若不只是死教喔 我们只是说般若有死教的思想 般若不只是死教 般若我要再强调一次喔 他始终顿圆通通都有 老师有一篇文章在讲这个 好 那么宗教就是一般我们常讲的 比如说如来藏思想啊 等等之类的 顿教就为摩羯嘛 对不对 他的代表是唯摩羯嘛 唯摩羯所说经 举例来说啦 当然呢 我要这样讲喔 我要强调一下喔 我不是说唯摩羯所说经是讲顿教喔 唯摩羯所说经里面五个都有 我只是说以那个 那个我们常讲的那个什么 顿嘛 就常会举那一篇文章来做代表 但你不要对号入座喔 你千万不要等一下下去看你死这边写一个 般若喔 然后顿这边写一个 微活节不行喔 这样不让你回家喔 逼你擦掉 不是的 不是的 我只是说他有一些思想有构集到那样的 的思想 而不是对号入座 不要这样对号入座 旧生应该有印象 老师都常讲 经经都有五教 我们不要这样切割 好 那么他说啊 他的 广包括五教跟仁天教 因为 集一法 都可入一切 对不对 一围尘一毛孔 都可入法界 真空观 你是外观 周边寒冬观 都可入法界 围尘毛孔都可以 为什么真空观不行 所以不要把真空观当成是 只是在破而已 你不要忘记破之后 显出来的那个 那个 那个东西 他也不是东西 就是他所显出来的那个 用 暂时用圈圈圈图来表达 好 那么 也因为教海的广 他说广跟生啊 其实是 互相一体的两面 彼此融色 好 那么在这样的 法言教育的开显上 字眼跟法杖 也都是 从 因为他们 因为又深又广 所以他们都很博学 好 那但是后人呢 因为这样的深 又深又广 所以很头痛 好 那么深那么广 很头痛 所以常常就会 从片面 阐述之 从片面 我就找到一个点 我就说好这个就是 好 那我们真空观破的就是这个 你不要一直找一个东西 就说那个是 那个是 然后其他的都不是 好 那么因为他太深太广了 所以常常啊 后人常常从片面而阐述之 好 但不是从片面阐述是错误的 是如果你从片面阐述 然后你就执着这个东西才对 这样 这样就是断灭间 你等于把法切割掉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可以从片面阐述 等于是 急一法 如果你不执着 急一法可怎样 入一切法 那就是入华言的境界了 可惜我们常常就片面 然后抓住几个 几个东西 这就是我要阐述的东西 然后此虽然不能说他有误 但是不贴切啦 不贴切 因为华言是急任何一法可以入法界的 不是你少数抓几个点就说 就说佛法是这样 那么法杖的高徒叫慧怨 慧怨就产生这样的问题 慧怨呢 他不是急任何一法 也不是就缘起的真实相来 开显华言 他是从真性 真心真性就比较 比较偏向我们刚讲的宗教 他是从真性来开显华言 以真性为事实无碍法界之因 所以他只局限在佛的得相跟月用来明 明知 而未能就缘取本身以显别教 一身无尽教义 所以不能直接就法 未能执救事法而明无尽的法界原理 原起道理 所以以真性来显普隆无碍 未免跟大圣的宗教教义相混淆 这是法杖清授的高徒喔 好 那使得华言的教义隐晦 那承官是发现这件事情很严重的人 而生讨之 承官是用原起相由是四四五碍无尽法界来显 别教一圣的道理 什么叫原起相由四四五碍 那一张圈圈图 也就是今天讲的空 因为无自性 所以是空 因为无自性法法互相依存 所以他生罗万象 好 那那么承官就起来讨伐 讨伐 我上次讲错了 我上次讲 讲的是承官 是法杖的地址的地址不对 承官是法杖的地址的地址的地址 承官的地址会苑你看到没有 会苑 他因为他的解法跟祖师不一样 所以他其实后来被讲的不好听叫叛徒 因为他违背了前面 比较不是从前面祖师所建构的这样的一个华言的理路 在诠释华言 承官下面是会苑 会苑 对不起 不对讲错了 法杖我又来了 又乱讲 法杖 谢谢 法杖的地址是会苑 会苑下面有一个地址好像叫险 险法师 大险还是什么险法师 险法师的地址才是承官 才是承官 所以他们是隔代教养 隔代 隔了好几代 隔代教养 那承官等于去讨伐他施工 讨伐会苑 然后呢 以缘起相由四肢无碍的无尽法界来显别教一圣的教义 这边 我们跳一下 那么他有讲到就是 因为险官用法界官门 再加上十玄门来解释 那我们要介绍的三篇华言中的文章 就是法界官门 十玄门 再加上华言经纸规 因为要上华言经 之前要上一下华言经纸规 好 那么成官呢 用法界官门 就法界官门的内容来说 三官彼此有次第性的脉络 的关联 而且每一官可以开展出无碍法界 我不晓同学能不能理解这句话 次第性的关联是因为我们说真空嘛 真空观 晦色归空观 真空观 然后讲到最后明觉无忌 然后告诉你是行径 然后就不讲了 不讲我们懂吗 你如果有一个老师或一个师傅 你每次问他什么他都不讲 你根气很好你大概会误到 你根气不好你就跑掉 可能啦我们这样讲 或不相应嘛 那因为你不讲不讲不讲不知道 所以后面就讲了理事无外观 讲了周片寒荣观 理事无外观跟周片寒荣观 其实就是以真空观为基础 但不是不是真空观不只是基础 真空观根本 以我的想法来讲 如果你真的破得够干净的话 真空观其实就是理事无外观 就是周片寒荣观 就是法界 那这个我有时候会很怕太快的一个引导 让你很混乱 我有点担心 但是 反正我们预防针要打很久 四年啦 除非你跑掉 好 那么 我觉得他是相及的啦 但是要注意一下他还是有他的差别像 不然那一张土就 就什么都不要花就好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圈圈 圈圈 很多圈圈代表有差别像啊 是吧 好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有次第性的脉络关联 而且可以从每一关可以开展出无尽的法界 所以我是很常会偏到这里去啦 常会忘记 我知道他有次第性 但是因为我的可能我的根性吧 我真的会比较 觉得就是每一关都可以进入无外的法界 我常会忘记这个 那我们不要忘记 要跟同学讲 有他的差别啊 不然每个人都一样 对不对 大家都空无字体 大家都一样 可是我们不一样啊 如果就这一点来说 三观中的前29门 可以说是第三十门 普隆无外的铺路 那照理来讲是不足以作为别教一生的教义 如果你要这样切割的话啦 但是老师告诉我们 不是离开任意法而有无尽的法界缘起 不是 你不要这样切 我们千万不要学完这个真空观说有四句 你就把它切成四个 然后法界观有三观 你就把它切成三观 你如果这样切的话就又来了 又是执着 又是你就着在那一点你就爬不起来了 好 好 非离任何一法而有无尽法界缘起 所以成观呢 就以所欲提示十亿以显无尽 这个所欲提示十亿呢 在理事外观会讲 好 好 那么 这是成观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宗密 宗密 宗密呢 他的思想表示在 比较表现在禅教或性向中的和会 他是个禅师嘛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禅中很流行 很流行 所以他和会 他把性向和会的基础呢 是建立在真心真性上 所以他就比较偏到这边真心 他以真心为残缘 而且是教之所显的真心 好 那他的几个著作在这边 那他对于华原教育的开展 比较少啦 比较少 那老师认为 宗密他也知道 华原教育是展现在无尽法界 信海原民的缘起无碍 是就每一法本身来开显的 这是老师认为啦 并不是只是 如宗教陷于真心上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宗密他会比较关注在真心 因为受了禅宗的影响之外 法界关门其实也有影响 如果你把它以次第性差别性来看 你真的会觉得是这样啊 他是先帮你把空 把不当之间破完之后 然后要起真空妙用 要跟你讲理事无碍 然后借由理的贯串 然后才入世式的 从法界关门的建立次第而言 就是如此 好 好 那么 所以宗密对于 三个官法 他用了一道诉求来做表达 一道诉求同学你可以自己回去翻 宗密一开始其实就有讲三 三重官法是一道诉求 一道诉求 他有描述 同学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一道诉求是你一定是这样画下来的嘛 对不对 非离一二而有三嘛 但是我问同学 你一道诉求有没有先后 有 他会比较这样 他比较我自己的感觉 提供同学参考 他的一道诉求让我的感觉 是比较 比较以那个差别次第性来讲 不然你怎么画一道诉求 那如果要我来形容我告诉你 我那一道我要用硬的 我才不要用斜的 为什么 用硬的你一眼就看到啦 你有看到我这样画吗 你有看到我这样画吗 这叫一道诉求 对不对 不离初一而有二 或者是什么而有三 我不离嘛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是用硬的 用硬的 我认为法杖跟那个杜顺他们 他们的解法比较类似于用硬的 海印三妹啊谁给你 一个一个慢慢显现 对不对 我如果让你看圈圈图 我让你看一下 你从哪一个先看到 你一同时看到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要用硬的 但那周密的解法有它的必要性 因为我们还是循序渐进下来 对不对 然后就能够比较理解嘛 那像我这种思考方式 我比较会跳来跳去 比较会跳跳去 那是我的更新的问题 不过以我所所学习的 学习的部分 我觉得用硬的比较好啦 这是我的诠释啦 好 那么 后面大家今天也不太有空在带了啦 好 你要自己看啦 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 有看的举手问一下 没关系没有饭子 不会留下来扫地 好 放一下 会不会看不懂 还好 旧生说还好 新生会不会看不懂 会齁 看不懂其实是正常的 真的是正常的 那你就给他看看看看 然后我们就听听听听 慢慢你就连结起来 慢慢你就连结起来 好 导论先导到这里 因为有一个事情要讲一下 有同学很好奇我的论文 我用一分钟讲 因为这个跟课词不相干 但是我要讲一下 这个是我的论文 但是后来出书了 那因为同学一直在问 有人在问啦 网路上有人在问我 那你到底赞成还不赞成 好 我用电子书表达 来 书喔 已经没了啦 但是可能会再印吧 可能要过好几个月 如果到时候有印的话 同学有需要再给同学 我先把医学界跟佛教 对死亡的认定先解释一下 然后就为是学来探讨 然后从菩萨道来探讨 看得到吗 太小了 对不对 那因为我找到资料的时候 反正所有的资料通通都 就两种说法啦 一个是阴光大师说的啦 阴光大师说要助念 你不可以动他 简单说 阴顺法师说 没关系病到六四不起 就没有感觉了 就可以去器官捐赠 两位都是大师级的 那所有的文章通通都以他们为主 讲到这里我就把这个拱出来 圣子说 应光大师说这样 然后就 另外一派说 应顺大师说这样 那就没办法 那我就去找证据 那我一般就从为是嘛 那我就从为是啊 我一开始都不懂为是了 那就只好跟他拼啊 就从为是学探讨 探讨死亡的过程的变化 然后世的变化 然后我们的 根的变化等等之类的 我把它探讨完 那第四章是从菩萨道 因为有一些人没办法解决 这两个大师都 都讲的都是权威 那就从菩萨道 那我们就叫我们不要考虑那么多 我们要当菩萨 那我就去搜集一下 什么样的菩萨有办法 就这样 好了这个不该讲 只是因为有人在问我顺便讲 那以后如果有书 会跟同学讲 再来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 回到这里来 我要讲功课了 你不要吓到 功课很多 你会不会吓到 下次剩十个 下次剩五个 没关系 那五个就会是精英 好 4月18到4月24的作业 我其实会在整理给同学啦 或是班长拍起来给同学 好 好 这个要看喔 因为我们要停课 我们还是考虑一下 因为还是有一些 大家还是有一些疑虑 就是太多人聚集在这里 还是会担心 好 但是我们停课不停学 我老早就讲好了 到时候我去点名 我打电话 开玩笑的啦 你要把星期六这个时间 留下来 要干什么 要听 因为大咖的讲的 你要认真听 我是小咖的 对 你要听 你真的要听 4月18到24的作业 然后第四集 待会我稍微点一下 第四集老师在大概三分之二 才开始讲真空观 三分之二的地方 你从头听当然也很好啦 但是一节课 两个半小时左右 你自己衡量一下的时间 好 没有规定一定要礼拜六啦 我只是说因为我们习惯 要来上课嘛 对不对 你就把礼拜六的时间 挑出来听这个 老师真空 法界官们用了十节课讲 快十节课吧 反正这个会给同学 然后再下一个星期 好慢喔 还是你们都不怕想要来上课 可是上这个 上这个也在上课啊 我们这个也在上课啊 只是 真的吗 可是还是很多人担心 看看呢 看看呢 目前是规划休息三次啦 休息三次 让他更稳定 因为还会遇到那个 五一的那个 五月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财烧 好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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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